Hello,大家好,我是11,今天教大家弹唱周杰伦的擎天 那么保证我们的零技术都能顺利跟上的话 我先来讲解一下最基础的一些知识点啊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认识琴键,找掉两个黑键相邻的地方 好,我们这边的一个白键就是一个多音 然后一次下去,Re,Me,Fa,Sol,La,C 好,C的下面一个音,因为它也是两个黑键左边白键 所以依然是多音,Do,Re,Me,Fa,Sol,La,C 好,Do,Re,Me,Fa,Sol,La,C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琴键的一个排列是有规律的 它是反复的,那越到上面它的音就越高 你看,越到下面 这是它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么我们想要弹唱的话,有一个知识点非常重要 就是要认识和弦 所以的话,我们来讲解一下和弦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找到一个多音 然后隔开琴键,再隔开琴键 这是一个从多音开始够的 所以它是一个一极和弦 好,下一个先找到Re音,隔开琴键 再隔开琴键,这是一个二极和弦 那么下一个 它也是一个反复啊 越到上面它就越高了 那和弦知识应该没问题了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首歌 要用到哪些和弦呢 首先第一步要用到六级 拿到咪,对吧 好,然后四级 然后一级 五级 那么左手加它的每个和弦的第一个音 你看,那就加了 好,加法 加多 然后加锁 好,那么我们是同时下键 然后右手是弹两下 左手是保持的 然后四 然后一 五 那么就可以简单的一个弹唱了 故事的小黄花 从中生那年就飘着 童年的当周千 随其只黄到现在 好,依然啊 下面的主歌基本上都是六四一五 我直接就把它唱完了 软索索西东西拉 走拉西西西西西那西拉 走 追着剑走望着天 跟我想起花瓣 试着掉落 为你交课的那一天 滑落的那一天 教室的那一间 我怎么看不见 消失的下一天 我好想再离一遍 没想到是值得勇气 我还留着 我好想再问一遍 你会等待开始离开 那么最后这个和弦是弹四下 其他都是两下 所以主歌非常的简单 只用到四个和弦 那么我们副歌部分的话 有一个新的和弦就是 那么我们这个三级和弦啊 它不是这一个 它是这一个 在这个曲子里面 我们全部弹这一个 其他的话就是也是一级 六级 四级五级 然后这里就是新的一个这个 那么这里话有还有变化 就是它的一个拍数啊 就是每个和弦它几拍 好首先第一句 它是要弹四下的 前面两个和弦都是四拍 那么这后面四和五是两拍 然后看你不见 四下 好这里就用个三级和弦 还有多久 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这里都是四下啊 然后又是一样的 一级是四下 然后六级四下 然后四级是两下 然后五级两下 然后一级回到四下 然后一级回到四下 所以整个曲子下来是比较简单的 肯定都能学会吧 那么基础比较好的同学 想把它弹得更丰富的话 也可以做出自己的一个改变啊 就可以加它的一个简奏啊 你看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 嗯 嗯 那么 像刚才的话加了一个简奏 然后的话也有一些肢体啊 还有我也弹了它的一个原调基调 还有节奏的变化 整个感觉就会不一样 所以的话想要把它弹得更丰富一点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系统的学习 然后放到我们的时间当中去 那么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